每一條小房間 每一條小房間 走進去就有阿瑟頭的地方 原來有很多條 你隨便走進去也有很多東西看 這間酒店很便宜 有客人買 但不關我事 這間酒店很便宜 這間酒店很便宜 剛才那條街是吃東西多 這裡是買三條行物多 又是這個逛街的大日子 有Brand 剛才去了那條河 就是潮牌 有些是特價的 想買 不知道又不捨得買 我現在穿了進來商場 全部都買東西 然後有鞋子 前面 Foodlocker 都是買鞋子 很多鞋賣 這裡又是鞋子 全部都是超開心 希望可以買到 上來商場第二層 就是 又是買所有三部行物 這個就是我剛才下邊的條街 繁華的城市 又如銅鑼灣一樣 這個 那隻東西 離開了購物那邊 就沒有人 我看有沒有旅遊景點 先去旅遊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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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太多了 很多東西買 好像 但我不想浪費這麼多錢 我現在就準備去旅遊景點 先去旅遊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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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暫時都沒有什麼 即是著名的景點 其實已經在這裡了 如果要去旅遊景點 如果要去海旁那邊 就比較遠 我免得走 現在都已經 兩點半了 走得來我走不到街 我當然逛街很重要 這裡都 都多人走的 現在都 都是遊客多 這裡 開始喝點風了 現在很多人都是 坐在這裡吃東西 我不吃 剛才吃得太飽了 現在是到處逛街 來了 坐在這裡 這是香港的鞄園 這個也是那些蟒認的商場 這個比較大 其實很多人都說是 在這地方 這裡有什麼也有 這是買衣服 有衣服 話說這裡找廁所真的很麻煩 十年都沒有一個廁所 我又要特地上來商場 然後去廁所 來到這裡應該就是很虧的 但真的沒有一個地方是有廁所 在Swanza就只有MG 還有Tesco那邊 整條街都很麻煩 真的很麻煩 MG 這裡就是其中一個教堂 這裡 這裡有一個藍色尖尖 這裡 這裡 因為已經走到沒什麼好走 應該是債索坪的 這裡 我想要走一下大街小巷 看看有沒有什麼特別 現在要我去逛街 走到沒什麼好走 向後走 就是這裡 這一個藍色也是教堂 前面這塊也是 它好像可以開放給客人看 看看有沒有看 有了 我們沒有看過 海燃的 呀 好 沿蝦 可能有的 井上 爽 沾 由於太靜 我又不是信教參觀下船 有點恐怖 太靜了 幸好裡面有一個伯母 這樣也好一點 現在就 再看看有沒有什麼建築 不想逛街住 不想逛街就要花錢 這些也蠻漂亮的 但這些好像不能進去 這個人來的樓也不錯 現在就進了教堂對面 樓梯挺漂亮的 但不是開門的 加些花 不錯 色彩繽紛 這些呢 是不是類似婚姨草 然後它的圓台這樣 這樣呢 現在就向前看 看看 能不能進去 這裡進去 這裡進去 這樣呢 看看是什麼 不是那邊門口 這邊才對 好嗎 好嗎 我看一看 放入 那邊的樓梯 那邊的樓梯 是很厚的 但是也是 好 還有一些打筒 我先打開 上面 燃焦糖 我不是現場 是可以進來的 這裡 這些 我現在來到這裡 這裡是火董辦公室 出來後又去回 這裡不斷打十四的直街 原來這裡有一個旋轉木馬 但沒有人 沒有人開 在這裡做甚麼 有一個獸仔 兩元英鎊買一次 這裡挺漂亮的 這裡舊舊的外牆都是白癡 終於見到一個 專紅色的 也沒甚麼 這裡全部都是米白色 沒甚麼不同 差點是某些Cutting 可能會漂亮一點 看看這些 紅色是漂亮的 這些黑色呢 是的士 不是米 這間不是 這間才是 這間的士 這間紅色原來是餐廳 遠遠走走 就進了 一個大空地大草原 偶爾 偶爾會看到一些大舊的 有一些對象 很有牆 雜耳 不知不知道會否有什麼 就是這個 無緣無故地走 有人就居住 偶爾會有這些大灰色 偶爾會有這些大灰色 只會說戀人走進來 這個 看下面 這個 外國很輕 這個 不隔了 不知道 我就是去了 這個 A路 這個 這個 真是超級大 整個桌子飲昏 這裡 這個一定是要拍照的 現在進去看看是甚麼 這裡也挺漂亮 這裡 這裡 很多人都進去 難道又是餐廳 我就是這個 卡蒂布鐵河 市中心 不是不是市中心 整個卡蒂布鐵 是最大的 這是一個 明星 古蹟 應該沒有介紹錯 我也是上網看的 是 今天原來已經 關門了 明天才知道 可能有得開 他說不知道 好 有 帶有一點 那麼 你 真的 在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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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